所以我一直到十多歲的時候 有些問題時開始認識神 但我認識神的方法是比較不一樣 可能跟很多香港的基督徒不一樣 我知道摩爾門教 或者我們真正的名字是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 所以在香港可能有一個好像有點衰的reputation 因為好像是邪教 信魔鬼還是摩爾門經 但我想分享我所學到的事 就是當我真的去研讀摩爾門經 他們都是先知寫的話 就好像聖經一樣 只不過是在一個不同的地方 一個在耶路撒冷地 一個在美洲大陸 但他們所見證的都是同一位基督 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 尤其是我很特別的 一個歸信的經驗 就是因為我是透過摩爾門經 才知道原來耶穌基督是真實的 不只是一個故事 所以也是透過摩爾門經 我再更加學會相信聖經 所以我鼓勵大家 邀請大家 去有一個更開放的心 然後真的探討 跟全教士聊一下 或者自己去看看究竟 然後自己嘗試讀一下摩爾門經 如果你是真正的基督徒的話 你也可以感受到 那些都是耶穌基督 透過其他好的人民 所給我們的福音 所給我們的畫 我知道天父活著 耶穌是我們的救主 正如摩爾門經和聖經所見證的東西一樣 希望你們可以有一個更開放的心 我們講一下奉耶穌基督的名阿門 我來看見 對我來說 好 好 谢谢大家